欢迎收听5月17号 明示Paket的陈间及时新闻 未来一周全台早晚温差偏大 北部地区周五白天最高温来到30度 傍晚之后最低温只剩下19度 周末两天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暂震雨 下周一到周三受到封面的影响 全台水气会增加 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将要就职 巴拉圭政府一名高阶官员证实 巴拉圭总统在本周前往美国华府 进行正式的访问 18号将飞往台北来参加520大典 520要到中共除了持续派出基建对台侵扰之外 针对政府机关的网络侵扰 从今年1月总统大选时的每日100万次 不断的提高 已经增加到每日250多万次 中国骇客不断的找我国政府的网络设备漏洞 来进行后续的渗透 世卫大会WHA5月27到6月1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 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函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跟首席议员 致函给世卫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呼吁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WHA 也强调中国近年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 阻止台湾跟国际社会来接触 美国通膨数据弱于预期 提升了市场对领准会近期降息的预期 贵金属是大幅的走扬 分析师认为金价很快的会测试 每盎司2400美元 白银可能攀升到每盎司30美元 薄金同样是有上涨的潜力 达到每盎司1130美元 交通部规划针对严重的违规驾驶 要实施强制换发短期驾照的规定 原定3月上路 但考量应该寄出更严格的管制 新增了6年观察期 被吊销或者是吊扣主份的驾驶 重考只能够换发短期驾照 而且再犯的话 观察期就会延长 最快9月上路 大约影响7.3万人 今年有一波教师退休潮 加上了教育部控管代理教师 原额不能够超过8% 各县市逐年释出了教职 但代理教师上岸之后 代理代课缺乏会找不到人 演变成学校老师超终点 行政教学附和不来 变成了行政大逃亡 全国代理代课教师工会主张修法 要求有合格教师证的代理教师 可以比较正式老师来续新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民事Pax晚间即时新闻